唱國歌 身穿布農族及大舞龍族傳統服飾 六號在總統府前廣場 為國慶典禮預演國歌領唱的 他們是來自高雄六歸的尼布恩合唱團 成團以來屢破佳績 尤其是獲得去年跟今年的 世間合唱大賽金牌的殊榮 當團長得知受邀國慶領唱的當下 內心是感到無比的榮耀 我覺得一路走來都一定是很辛苦的 但是我覺得至少到現在 開始覺得努力有被看見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 我們真的有把我們自己的歌 然後我們自己的話 帶到世界上 讓很多世界的人知道台灣 知道原住民 尼布恩合唱團精神領袖代表 是指揮陳俊志 他期望能透過今年的國歌領唱 不為這次受到山脫颱風災情影響的南部 剛好正值前兩天我們高雄有滿大的一個颱風的狀態 但我們也很希望能夠在10月10號的國歌領唱方面 能夠帶著我們南部的聲音 然後來為我們中華民國慶祝聲樂的同時 也希望我們南部的災情可以在這個歌聲中逐漸的復原這樣子 雙十國慶 尼布恩合唱團將洗手於寶萊國中 老農國小及建商國小合唱團共同合唱 將與大家一起同慶國家的生日 原則喜歡伊瓦娜威 巴勒魯雅 台北市採訪報導 我們的堅強